马养过 兔子养过 羊 鹿 鹿又死了一个 我养了三只梅花鹿 您哪有几只现在 我那没有了 也没了 都送人了 鹿 于老师还在半道上解救过一只猴 我看人耍猴了 我受不了了 打他干嘛 你多少钱卖不卖 你不卖 我说行了行了 你这一犹豫你跟我走吧 你要多少钱给你多少钱 把猴算解救下来了 因为它有一天津地花崇乐园 它有野生动物允许养的证 允许养 你想个卖艺人手里边 养猴的人说有事没事 一天就得先打这顿 刚来的时候反正挺聪明 他会跪那 他会给你握手 他听话 我也不打他 就搁在哪儿就架着他玩 第三天我带着他玩去 在车上看见 我就不跟他对眼神 上了蹭就一把就奔你脸上 他就开始就跟你挑衅了 看你成不成 他就是咱俩谁是老大 咱俩谁是王 就开始逗了 我一看这不行 必须搁笼子里 都掐着挖不了 好 实在不行就送往那儿去了 这笼子两层 笼子上层养孔雀 西部是孔雀 笼子下层是这只猴 打这起就开始热闹 孔雀大尾巴多漂亮 尾巴打笼子就一下来 这 登登 好 来我那孔雀全是吐孔雀 跟他玩鸡似的 他揪的 跟鸡似的 他揪的 孔雀这个还则罢了 你舍不着打他 但他是真逃 但是也这猴也吃过一回亏 我们有一孩子 这孩子那家里是足足背部练武术的 武行这孩子 小子也愣 然后他打笼子跟前过 这猴招歉 人打来过 他打笼子得伸手 抓你 抓你一把 抓别人 哎呦 破了和这猴讨厌 就走了 这孩子是练武术的 猴一伸手 把猴爪子给抓住了 猴那只手打笼子 他又抓住 两只手 蹲到笼子外边来 拿绳子哗哗哗一捆 这猴跟这待了一天 打这起 只要是这孩子打这一过 这猴孤蹬就跪了 你说他欺负人不欺负人 他就怕他 怕月月 又怕月月 他也认这猴王是那种 对 他吃过这个亏 他记着 他能记一倍 我那还有一狐狸 他不是逮的 他是人工繁殖的 有卖的 有的时候在鸟市能碰上 我有一个朋友 这真好玩 你想咋这么点小狐狸 买个给孩子玩去 好家里养俩月 这可扫了 家里待不下了 他说我实在不行了 您那有地儿 关您那 我说你拿来 我说这费事 我说都草食动物 他说不不 他就吃狗粮 我说那行 那一看就是人工饲养的 我说拿来吧 拿来以后 好家伙 方圆十米别过去 味儿 扫 又扫又丑 但是冬天真漂亮 好看 白的 人那玩有没有灵性 老说仙仙 他们说哪天 你看见没 仙的就逮不着了 你想都吃狗粮了 就别仙 狐狸吃狗粮吗 吃 狗粮猫也能吃 狐狸也能吃 狐狸也能吃 演员也能吃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我一讲那真事 能跟他说 好多年前 我们在一个茶馆里边说书说相声 茶馆的伙计养了一只猫 茶馆的伙计也挣了多少钱 你让他天天喂猫粮 他也舍不得 后来就买了一袋 隔三差五吃靠牢 差不多了 来小笛 粗笛那么大 抓一把猫粮 隔在这儿喂猫 就是给猫吃好的了 有一天这伙计拿铁抓了一把猫粮 搁在桌子上 拿垃圾也出去倒土去了 这老先生正好坐在桌子这 看看猫粮 拿了一个 这还挺上意的 这叫吃 伙计倒完了土一回来 就愣了 也不好意思说 老仙一抬头看去 这拿出来卖多好 鱼味 这挺可乐 出去别说 要我都别说出去了 在飞行走兽的爱好上 于谦老师专注信话 而老郭同学则专攻调戏 不过虽然空有一肚子人间踢小事 他自己也难免会遇上中国好小贩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 卖货的专载郭德纲 大不了呢唱个曲儿呗 我发现这北京跟天津玩啊 咱说这个差哪啊 比如这百灵鸟 我天津见过老头拿点匾子 一头挑一个大鸟笼子 一人来高 我看那样的叫两尺多 这大鸟笼子 咱北京玩百灵都是能低了起来的 不 北京以前也大大龙 也大玩 这种大龙是从 张北那边过来的 小百灵上高台扇着轿 那个 台特别高 站在台上 然后扇着网子轿 这么高的 挑着走 那边的龙子 应该是过来的 不摇晃 对 香菜 没有 没有是吧 百灵 咱们现在跟前没有养百灵的 上年 特别少 是吧 特别少 因为一般现在说什么 年轻人的审美跟老肉有变化 老人他就听价 对 现在年轻人 你看这个十里盒一卖 就卖的鸟 虎平虎什么的 他卖的漂亮的 然后珍珠鸟 他买这回家看去 他不懂得逊这个鸟 你要说句不好听话 大志祺一般都是虎玩 他没有套 你要真牵扯百灵 你看长得也特难看 就跟大号老家贼 这就是 是啊 其实叫唤 不如那个鱼鸟叫好听 打嘟了 打嘟了叫 但是它还特别难弄 这百灵十三套 以前养百灵特别难 都蹲在缸里头 白天什么声音都不让他 都在怕的行事 压口的时候拿出来 压 压完赶紧再隔离 你要不这么养 你要叫不成套 或者没有一个系列 你养它就没有 没用了 还不能脏了口 白费劲 之前谁跟我念头 北京一老人 人家养着百灵 压口 都叫完之后 唇用一声 吹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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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想楼下公共汽车站 老有这 这干的 糟糕了 我那鸟市特别可乐 我那鸟市看你一个鸟鸟 什么正经话也不会说 做小买什么 腰喝全都会 但是他还不是说像咱学这腰喝 卖个菜的卖什么的 他那都是现在的那种 收破拉的 有手套的我买 都是这的 我说他说你怎么学一堆这的 他那主人说不要了 太聪明了 这鸟 我也是租的房子在那 买一鸟给孩子玩 就养一养养大了 这一排前后都是收破拉 租的房子在那 他也天天在那儿就学这 好 会叫好几十种 你这边多能的 叫麦王 叫麦大王 那大鸟鸥还有吗现在 有 还有一个 叫那个 黄山金刚 金刚鸟鸥 对 我那送人了 那葵花 我那白的那个 我活不了了 哎呦 他其实真聪明 挠养 挠养 就把帮子抬起来 挠这边 挠这边 给他个玉米 自个儿抱着啃 吃瓜子 怎么都行 跳个舞 就跟你那儿抖了 跳舞 都会 就是一叫起来 怎么这么惨 后来我送个老靴了 我们有一个哥们 老靴 他住的沙河还往北去 他就穿了一大块地 一山盲水 山根底 我说你这合适 我这没事 哥他那 过两天我看他发微博 叫得太惨了 欧巴乱叫 哪能想着你机梁 可不是 而且你知道他该叫了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叫 你都下一机梁 就是 我那你想 哥马厂那六十目的 我个院的中间 他叫一声还能盯着 孩子身上挺大 活不大 活不了 不养不养吧 养非洲灰 老时候养 非洲灰聪明 非洲灰聪明 相当于 四十岁的孩子 相当于六七岁的孩子 那挺聪明的 在北京有卖的吗 现在有 哪市场卖的 哪市场都有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